家里刚刚进贼 而且是有牌的贼 有牌的贼 马来西亚多媒体委员会 全国有30个调查官 执法官员 全部倾朝而处对付一个 像小弟这样守无寸铁 奉公守把的一等良民 他们来我的家里 是不输之客 到我的家里面上校下下 收到完连厕所都不放过 而且更加令人家 完全无法接受的事 他们连我的小女儿的电话 也不放过 我女儿才9岁 小女孩呢 故意在面前警察进来 他们这种是一种 非常不人道 没有人性的政府 因为我们常常告诉小孩子 警察是抓坏人的 现在他们 他就是故意在我的孩子面前 让警察来抓我 让我的孩子看到 原来我爸爸是坏人 这些是非常没有人道的 常暴的政府 大家说对不对 大人做事关小孩什么事 小孩不放过还不要紧 连老人也不放过 他们除了来我的家里 我家里进贼 我的服务中心也进贼 而且现在还甚至 遇到了我爸爸的老家 我爸爸今年80岁 有心脏病 他们也连我爸爸也不放过 我母亲70多岁 进去我的老家里面 也是搜查 要收电脑 收电话 目前我也不错了 我捐了六架电话给马来西亚政府 还收了一架电脑 你们真的是幸灾乐祸 我损失惨重 你们笑住颜开